敌方的一文消息要告诉大家 新的形式和创意赋予了传统媒材不同的生命 从即日起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栋 就有九位青年艺术家所共同展出的 穆斯坦巨人计划转身时刻展览 他们透过藤边、织布、玻璃纤维等素材 带来大型的艺术作品 传达了古老和新生融合的生命故事 那么这个展览从即日起到6月5号 也欢迎民众趁着端午廉价前往参观欣赏 在东华大学卡拉州农学生会的歌声中 开启Maskun巨人计划转身时刻的九位青年艺术创作展 而陆创作艺术公僚在文化部、花莲文化局 和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支持下 集结九位来自台湾各地不同族群的青年团圆 将在花莲、在同门探寻山林记忆和古老精神 转化成年轻生命的自我对话和解于体悟的艺术创作 呈现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栋 探寻学习古老的三年智慧 土地的知识 那至于传统信仰 每个族群自己的果群观和世界观 透过这样子的探寻之后 完成今天的创作 非常地重要 所以很希望今天出席 以及未来参观这个展览的人民 都能够深入这个世界 这些艺术下的世界观去试图理解 那希望大家都有非常好的收获 我们是本巨人计划是取自于这个泰雅 与我们一起的意思 那其实这个展览的发起 是因为尔路其实一直都跟很多来自不同部落的年轻人在一起 那其实他们透过从最基础的工艺的学习 才慢慢转化出一些 他们在当代所思想的 所思考的 不管是观点也好 议题也好 或者是自身在当代的处境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够让这九位艺术家 能够有一次的很精彩 来呈现自己的作品的机会 因此才形成了我们这次巨人计划 尤其特别巨人计划里面反映了 透过这九位年轻的原住民的创作者 也透露出不管从性别 不管从这个信仰 不管从这个当代杂柔的处境当中的一种新的观点出现 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 我们又有一个新的秘题叫做转生时刻 这一次的展览主要是让他们来学会 怎么样来用创作来表达他们自身的处境 所以是一种 应该说这一个阶段是让他们能够 透过创作来自我表达 这次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九件作品运用藤边 织布 玻璃纤维等素材进行创作 展现跨领域当代议题 也是儿路创作艺术公僚 首次走出自然环境到展场空间策展 期盼让艺术家运用创作分享表达自身的处境 四日还有行为艺术工作坊 拉近艺术家和民众的距离 即使其展出至6月5日 欢迎民众把握端午廉价 前往欣赏青年艺术家的转生时刻 记者长邦彦华林时报导